小米好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的绿卡11月份到期 过去是半年以前就可以去申请继续换卡了 可是现在的形势下 好像听说要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那么是可以提前申请呢 还是老样子的规矩 还是我还要提供什么材料 是不是跟以前一样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报税的时候 我有1095表和白卡 还有他上面一个讲的 我一下子叫不出来 他讲的还有一个什么表 我没有可不可以报税 1095表加白卡在健保方面 别的我都知道了 就是刚才那个家 刚刚那位保险专家嘛对不对 他有讲到另外一个3895表格嘛对不对 你说没有那个表格是否可以报税 没有 后面一个没有的可以报税 好的我们再帮你请这个税务专家来做解答 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谢谢你 谢谢王太 挂了啊 好的好的 刚刚这个绿卡的问题 我们快要想天使刚刚在您问问题的时候 赶快拨电话去给我们的这个律师 那到了这个专家这边 希望说在这个移民部门的部分 可以给我们一个做解释 帮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为大家有请的是我们华明胜律师事务所的移民部主管 这是我们的Tina 哈喽Tina你好 小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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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绿卡的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麻烦帮我们解答这个疑惑啊 人家都说六个月可能不够等哦 等待时间可能不够哦 可是这可以提前办嘛 如果提前说八个月或者是一年就去办 人家有收这个键吗 这么早就去办的 这可不可以请Tina帮我们解答一下这问题 好当然哈 首先谢谢黄太太打电话来问我们问题 那关于您的问题呢 首先呢今年关于绿卡延期的这个形式还是没有改变的 都是只能提早六个月 并不是说因为移民局他审理绿卡renew的时间 拖长了您可以提早的去申请 因为移民局毕竟收件的话呢 你的绿卡还比如说还有一年到期 你不能自己提前的去这个交这个i90上去 因为呢他如果提的太前的话呢 他会拒绝你的 所以呢首先提早的时间呢 还是提早六个月 这个是没有变化的 那对于刚才黄太太您问哈 要需要交什么样的材料啊 目前审理的时间大概是多少啊 那需要交的材料呢 对于这个绿卡延期来说呢 您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呢 您可以直接在移民局的这个网页哈 可以登陆这个www.uscis.gov 然后呢上面有一个i90的这个表格 那您可以在网上拿一个这个你自己的这个账号跟密码 直接在网上提交 第二个方法呢就可以直接寄去移民局哈 用寄信的方式 那无论是您在网上递交还是寄信的话呢 所有的upload的文件或是寄信的文件都是一样的哈 包括您的这个签名的哈 一定要记得签名哦 就签名的i90的表格哈 一个第二个呢 是您的这个绿卡的一个正反面 就正面跟反面都是需要辅印的 第三个呢 是需要您的这个 比如说您在加州哈 您的加州的这个drive license 或者是说加州的这个加州证哈 这个也是需要的 第四个呢 是最好是附上您最近的这个护照 护照呢 您只需要附上这个 有照片的那一页哈 就可以了 那最后一个呢 就记得哈 记得一定要交这个移民局的这个申请费 那移民局的申请费呢 跟10年相比哈 当然现在有涨了 目前的这个申请费呢 是这个一共是500次 连着这个85的指摩的费用 以及455的这个绿卡的申请费 那一共是540块 540块 那这个目前关于i90绿卡申请延期的话呢 像刚才那个王太太说的 现在是非常慢的 非常非常慢 如果是10年renew的话呢 它基本上是从4.5个月到14个月不等 目前啊目前呢 才审到2020年的12月27号 就目前的审理时间 才审理到2020年的12月27号 那为什么说 它的跨度会那么长 4年5个月到14个月呢 是因为有的移民官审得快 有的审得慢 但是平均来说呢 基本上是 你想它大概一年吧 大概一年左右 那您说你的那个绿卡快到期了 您只能提早这个6个月 但是呢 王太太不用担心 因为呢 当您去打指摩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指摩中心呢 会在您的绿卡后面呢 帮你贴个小纸片 你的绿卡呢 可以自动的 在您的到期日之后呢 它会自动的先延一年 那先延一年的话呢 您可以出境啊 可以去做一些 他们需要绿卡的一些 政府部门的一些事情啊 其实都是没有影响您的绿卡使用的 所以呢这个您提早6个月 然后呢 交上你的540的这个filing fee 它审理时间大概是12个月左右 那这个就是基本绿卡延期的一个问题 我太喜欢听我们Tina做解答了 你都是给我们这个满满的干货 刚刚的一个一个步骤 还包括后面绿卡后面打完指摩 居然还贴了一个小贴纸 表示可以自动延期一年啊 这这么好用的一个资讯 希望我们刚才 call in 进来的这位王太太 你有听到哦 超赞的解答 谢谢我们的Tina